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慢走啊 稍微交给你 好 放心吧 回去吧 好的 据可靠的情报 江竹军要在万县 挑选二十多名当地的干部 进入农军 目的是为了 加强所谓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多亏出所的铁丸行动啊 赶跑了江竹军 我的目的不是赶走他 而是要抓住江竹军 刘参谱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 我听从出作的吩咐 吩咐就不要说了 我也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你是去万县 抓捕江竹军呢 还是留在重庆 协助我寻找东风 我已经在万县 布下了天罗地网 江竹军 他就是插翅也难飞了 现在只是不清楚的 这东风到底是在重庆 还是跟着江竹军 去了万县 我想东风是共党重庆的首领 他不会去万县 他一定还在重庆 刘参谱 刘参谱的意思 是要留在重庆 寻找东风 嗯 啊 万县共党的头目你认识吗 认识 他叫杜孝文 是万县县委书记 上次去万县的时候 要不是追击江竹军 我就先把他给抓了 嗯 你一会儿把杜孝文的年龄 还有项目特征 和共党在万县的联络地点 联络方式 都告诉蒋固长 他即将去万县 是 你为什么不去万县 江竹军那么好抓呀 他就是个狐狸 共产党除监队多厉害啊 我可不干那种 偷鸡不成师班的事 可只有抓住他 你才能保住性命啊 鸣枪易朵暗箭难防 我现在是在鸣处 重庆那么大 想抓住东风 谈何容易 江竹军不在 东风很可能就是个龙子瞎子 谁知道啊 走一步说一步吧 喂 李平 他们不会觉得江竹军不在城里 就把咱们的保安给撤了吧 我说你就放心吧 老赵和那些人都在原地保护你呢 别担心了啊 大约如此吧 走吧 哎 家里还有酒吗 没了 怎么了 我想请兄弟几个尽量喝点小酒 那我去买 不用了 我去吧 你不知道他们喝什么酒 来 快去吧 快去快回啊 来 来 来两杯酒 咦 2 2 2 3 16 18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的目标就是姜朱军 还有 乌贼找到了没有 好 你听着 你一定要给我牢牢地控制住他 通过他寻找姜朱军 如果他再不通理合作的话 那你就替我杀了他 刘采谋 出座来看你了 是 请坐 叔叔 您请坐 可惜啊 真是可惜了 这么年轻就 据我的情报 这次行动的主谋 就是姜朱军 出座 有什么事你就吩咐吧 坐 刚才杜孝文 在万县落网了 我希望你连夜赶去万县 做杜孝文的工作 然后再通过他抓住姜朱军 这样 你也能彻底地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了 是 我马上去 这是我们选出他的本地干部 一共十八名 好 唐吉明 杨大鹏 刘春生 马云 陈文齐 都记住了吗 嗯 记住了 你可就看了一遍啊 要不我给你备一遍 嗯 小雯老弟 久违了 杜书记说 什么时候拿出方案来 就是几年老弟 你还要是一天中午 如果这批重庆的同志 和万县的同志 能够充实到游击队里 我们这支农军队伍 就如虎天移了 是啊 就算你之前传达过的 蒋介石西南防线 尽管是一座大堤 但我们用无数个小小的乙穴 就能把它钻垮 别再硬撑着了 都是人 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 生命并不是钢铁 一颗小小的弹纹 一秒钟 不 半秒钟 一眨眼的工分 你的生命就化为青眼了 反正我的命在你手里 你决定吧 我还得劝你 你说人活着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死死地保住生命 人活着才有希望啊 生命都没了 什么信仰啊 新中国啊 共产主义 你那跟你还有关系吗 你是想让我叛变 组织上不会放过我的 小文啊 这个 我绝对替你保密 在这点上 我们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 得比你的时候 是秘密的 万线没人知道你被捕 陆叔姐 张姐 小 것을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县兵对了内线 传出消息来 叛徒刘和廷又回来了 你那个同志 会不会看错人了 绝对不会错的 刘和廷上次来万线的时候 那个内线同志一直跟着他 又让他给逃脱了 真是功亏一亏啊 这次就在我们万线 给他来个老账心账一起算 其实啊 不管你答应不答应 只要我们把风放出去 说你跟我们合作 我们就是把你无罪释放啊 共产党还会相信你吗 他们会满世界地追杀你 我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小文老弟 人生在世 女人吧 就追求个相扶叫死 可是我们男人呢 功名利禄 你说你一念之差把命都丢了 那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杜小文 说吧 万线的那批干部 你们怎么安排 怎么走在哪儿接头 你要是说了前途无量 你要是不说 今晚咱俩就阴阳两隔了 这是杜书记让我交给你的 好 谢谢 嗯 商人怎么说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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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刘小文 这十八个人起码得分成五六批 乘每天不同的班轮走 到了目的地才能集中 是啊 张姐 这是宪兵队的内线同志 她叫周大琪 周大琪同志 您好 您好 将军 警察局传出消息 他们秘密逮捕了万县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 重庆来的刘专员 已经找他谈过好几次话了 万县的领导人 谁 谁 还不清楚 现在不管是谁了 我们必须马上猜起行动 因为如果敌人同事也掌握了 我们有一批同志 要在和什庙集结的话 本后果不堪设想 金灵 你马上通知城里的同志 迅速转移 那和什庙那边呢 我去 张姐 你不熟悉路 我带你去 好 大琪 你也马上赶回去 如果敌人真的往和什庙去的话 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拖住他们 记住 多拖延一分钟 我们的同志就多一份安全 是 好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好 分头行动 走 看有一批要请一下刘转移 不用了 让他继续从杜晓雯嘴里挖情报吧 大官 干什么去啊 去河山边要找人多快点 洪勇 我们走 报告 进去 长官 汽车轮台别了 他妈的 怎么搞的 赶紧去修啊 是 去 不是 快 放进去 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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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去吧 走 是老妖 这是重庆南的特办员 就是由她来指挥我们去凤姐的 特办员同志 你好 还差几个通知没有到 已经到了十四个 还差四个 不等了 马上行动 行动 我们叫的船案都还没到呢 不走水路了 走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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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出什么事了 我们刚在城里得到消息 又为领导同志被捕了 如果敌人同时掌握了这儿的情况 会马上向这边扑过来的 领导 哪个领导 现在还不清楚 既然你都弄不清楚 那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这除了问题谁负责 唐靖民同志 我们没有时间讨论 不管是真是假 我们都要从最坏的方面去考虑 所以绝对不能坐一条船走 特办员说得对 如果敌人敢到渡口拦截抓人 那我们这一整船的人 可都全完了 就算是走旱路 也要化整为岭 三五人一组 走不同的路线 到了凤姐以后再会合 从外线走路到凤姐 累了多走好多天 我知道同志们有困难 但是再有困难 总比被敌人抓住墙啊 特办员同志 既然走水路可能出事 那么走旱路 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吧 就是 干脆坐船走 随意走旱路 谁请便 我也坐船走 要死一起死 不死就过年 对 请大家安静 这里不是急事 这是党的组织 我告诉同志们 要汽水路走旱路 这是命令 命令 也应该向我下达 何况杜晓雯同志的意见呢 他知道不知道 特办员同志 你看我们是不是征求一下杜书记的意见 来不及了 请大家相信我 现在情况紧急 必须马上转移 同志们 你们现在每一分钟的犹豫 都会带来流血的灾难 你们都是我们党宝贵的财富 如果随便损失了 都是在对党和人民犯罪呀 你们都是怎么了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谁 他丈夫是彭雍姆 也就是在川东西生的彭政伟 好 爹 大家不要慌 千万不要慌 看来我们确实暴露了 必须赶紧撤离 可把员下命令吧 我们都听你的 好 同志们听好了 从后门冲出去 进入后面的树林 往西边的山下跑 对 下了山就安全了 老唐 小夕 队伍就交给你们了 快走 你不走 你得跟我们一起撤退啊 还有四个同志没有到 我必须留下来 通知他们撤离啊 不行 你个人留下太危险了 我是特派员 我的使命 就是把你们送到 该去的地方 为解放新中国贡献力量 而不是在这儿等死 服从命令 快走 特派员 特派员 我们都还不知道 你的名字呢 这不重要啊老唐 他叫江姐 江姐 江姐 保重啊 快走 走 江姐 我们走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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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 多保重 快走 还不快走 不 我也留下来 走 混蛋 快走 快 快走 给我打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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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跟上 我们哪儿 特伯爷 那四个同志听的枪声绝对不会再来了 咱们撤吧 好 撤 跟我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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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武长 屋子都缩边了 一个人都没有 肯定是从后门 向山下逃窜 几何都有跟我追 是 几何 快点 动作快 走 上山 快 走 停 彤雅 什么事 小心 开枪 把他们引过来 追 追 追 快点 快点上 撤 是江姐 他这是为了掩护我们 走 是 还正常吗 那个交通站 还正常吗 他们那边有没有李清凌的消息啊 没有 不过我把地址给他们了 他们应该会转交给李清凌的 你说 叛变的人会是谁呢 至少应该知道 我们和什么要集合的地点 哪天有四个同志没来 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 杜晓文呢 杜书姐 这绝对不可能 你怀疑一百个人 也不能怀疑到她头上啊 对 不对 我有一种不想的预感 不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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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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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闪闪的 算什么本事 有胆量就站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罢了三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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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